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名鸟歌 来自于宋冬野的叫做董小姐 听你的 董小姐 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 就算你和我一样 渴望着衰老 董小姐 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 就像岸河桥下 浅浅的水 董小姐 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 嘴上一句带过 心里却一直重复 董小姐 爱上一匹野猫 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 这让我感到绝望 董小姐 这让我感到绝望 董小姐 好听 谢谢 好听 这歌活了 我觉得她好 好真诚 然后她的歌声 她参赛的原因又是为了 要证明她对她女朋友的爱 也证明她有能力 去跟她女朋友匹配 特别的诚恳 特别的感人 而且她让我这个年纪的女人 想起我们自己的初恋 那个真的很真诚的年纪 永远不会再来的青春 我觉得她刚刚在那个 两分钟之内 把我们拉回了那样的 一个美好的梦境中 通过通过通过 我看着你觉得很感慨 因为我觉得你验证了 我一直非常欣赏的一句话 一个人只有知道自己 为什么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才可能把它做好 谢谢 这个通过一定会给你的 谢谢 我在这个 蔡老师你按 我不知道是离开 还是通过之前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左力 你怎么确定 这个女孩子 就是未来那个 会跟你走一辈子的 你爱她什么 就是说不出来 就是 反正就是 她如果不在我旁边 她如果哪一天不和我视频 哪一天不来闹我 不来 折腾我 我都觉得不太自账 哈哈哈哈 好感赏啊 你还不按呢你 她在想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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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